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十分分,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开幕式在莫斯科的如日尼基体育场正式拉开帷幕 尽管整场开幕式表现平平,并没有太大的亮点,众人期待的外星人开嗓也不见踪影,但在直播中出现的一个小细节还是随即引发了热议 演唱嘉宾,英国流行音乐天王罗比威廉姆斯在演唱剑戏,扭动着舞姿来到直播镜头面前,疑似做了一个束终制的动作 联想到2016年,罗比威廉姆斯曾出过一首暗讽俄罗斯社会情况的单曲Party Like a Russian 像俄罗斯人一样狂欢,带来的风波,坏小子作为重量级开场嘉宾,在这个全球瞩目的盛会上留下如此不雅的举动,确实令人大跌眼镜 在罗纳尔多亮相以后,罗比威廉姆斯几乎开始了个人秀 在只有15分钟左右的开幕式时间内,罗比威廉姆斯连唱了Let Me Entertain You和Rock DJ等经典曲目,在英伦摇滚风情中将现场观众逐渐带入气氛的高潮点 罗比威廉姆斯是一位天生的表演者,拥有性感迷人的嗓音,如果不是一个意外的小插曲,相信他这次在卢日尼基体育场的表演也可以写进历史的经典 两年前,罗比威廉姆斯的单曲Party Like a Russian,像俄罗斯人一样狂欢,遭到了俄罗斯方面的批评 这首歌的MTV力放大的俄罗斯人粗鲁的刻板印象,更有甚者质疑这是在讽刺俄罗斯总统普京 受到争议后,罗比威廉姆斯解释说,这只是关于享乐主义和派对精神的 因此,当国际足联官网公布罗比威廉姆斯,将作为开场嘉宾亮相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开幕式的消息,让人有些惊讶,尤其是俄罗斯球迷感到不满 对于一些熟悉罗比威廉姆斯的歌迷,不会忘记他有一个坏小子的名号 这位曾经臭名昭著的歌者斯生活放荡不羁,负面新闻不断,因为酗酒过度多次被送到戒酒中心 更令人扎折的是,罗比威廉姆斯还公开在杂志上宣传吸毒 但不可否认的是,罗比威廉姆斯在流行乐史上的地位和世界影响力无庸置疑,代表歌曲Better Man曾被无数歌者翻唱 他拥有15座全英音乐奖的奖杯,多次获得MTV欧洲音乐大奖最佳男歌手的殊荣 同时在2004年,罗比威廉姆斯被票选为1990年代最伟大歌手,受邀入英国音乐名人堂 世界杯开幕式毕竟是一个全球的盛会 俄罗斯能邀请到罗比威廉姆斯参与表演 和本土的著名歌唱家阿伊达、加利福琳娜同台搭档 将西方的流行文化和俄罗斯独特的音乐魅力结合在一起 无疑增加了很多看点 据悉,在CCTV5直播世界杯开幕式期间 收视率已经突破了3.3